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我跟洪董事长有几个特别的姻缘 也报告给各位 大家换得一笑 当我们从政大服务 我那时候是在到教育部 洪董事长的公司是在南京东路 常常会到快吃饭的时候 他打个电话给我吃饭了没 如果说还没有 他说我们吃个饭 就在南京东路兄弟饭店旁边的 一个新的大楼新的饭店 我们两个只吃个饭 就一定会弹出一些东西出来 那这个引申到我们在天津 在天津呢 他负责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案 邀请了几位呢去帮忙 我是其中一个 有一天 我们两个正好是节目上没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就在住的招待所的前面 的一家Starbuck 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位置上 点了一杯黑咖啡 我们两个谈了四个钟头 他们没有续杯的 我们就一杯 所以什么叫有聊 有聊就是有那个共同点 有那个交汇 有交集 而且能够弹出一些概念 弹出一些火花 所以有聊相对于这个无聊 所以并不是说 是想很多人说老夫老妻 不必客气 老夫老妻才需要更客气 因为要更珍惜 所以洪董事长 他在产业界上 所做的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事实上是成就 他的成就的另外的一半在这里 他是 我们洪夫人 就是哈佛顾问公司的总经理 所以各位 一个现在一个公司 要生存这么几十年 如果没有两下子的功夫的话 那是成不了气候的 他们有自己本身开的班 有这个公司里头 比如说我帮他们到过 这个福特汽车公司 帮很多的相对的公司里头 去训练他们的人才 比如说他们的讲师 他们的老师 就可以支援到人家的这个 内部的训练工作里头 那最主要的就是 帮他们训练人才 提升这个人才 所以让好的人 有能力的人 能够去做更多对的事情 所以我想师傅在中文里头 倡导的养旋续才 这概念是一样的 那师傅事实上 你这么个四十年来 要不是有这么多的闲才 我们也不容易了 所以我想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那洪董事长跟我们郭总经理 他们事实上 他们家里头 现在有十二个孙子 都从台湾的外围 回来要过年 他们现在住的 孙子 儿子 女儿都在等着 他们两个来这里 一个钟头 又要折回去家里头 开始家庭的聚会 家庭的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 谢谢洪董事长 洋院长 洪董事长 洪校长 各位法师 杨师 各位同修 有没有心得 最高智慧的企业管理 顾问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今天在洋院长的邀请之下 我们才有这个福报 来聆听 享受 洪董事长的庙志 至圣 妙志会 这个我们有一本 鬼谷子的书 都有送给各位 有没有 你们要看 每一个章节 你要看 要多看 你要多读 最起码要读到六遍 你才能慢慢在悟 和生活把它挂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妙的 所以洪董事长 今天所开示的话 我们已经 他的阴阳对待的法则 太妙了 好像董事长把它用在管理上 那更妙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下个礼拜 就会在电视台 我们会再重新播出 大家不要错过 若是各位同修 你们要再复习 我可以请微信电视台 把它拷贝 多播给各位来看 洪董事长 你有同意吗 当然 当然 那我们谢谢 谢谢洪董事长 他另有家里的团聚 随着今天 让我们应请过来 我们要谢谢他 大家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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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二阶段 现在请 我们黄英中 黄校长 来跟我们 讲一个 跟我们每一个人 更具体 更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子来 应该 不是只有提升 而且还创造 创造我们 自我竞争的优势 那我想这个 刚刚 洪董事长所谈到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要想办法 做好他那个位置 要把那个位置 做得对 做得好 那你做得对 做得好 你必须要有条件 所以我平常在 团体动力学里头的概念 就是所有组织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自我提升 然后第二个 就是要环境的出住 环境保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有贵人相助 我们会有 机运很好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个人本身 要不断地自我提升 你的跟别人 跟自己的竞争力 黄校长跟中门有很多的 演员 那其中有一项 有一次我们跟师傅 在南部跟一些教授朋友 大家聚会 我们会中气氛很好 师傅车上也没有准备多的 大家气氛正在很嗨的时候 糟糕了 没有酒了 我们黄校长 我们黄校长赶快打电话 请他夫人从家里头把香底里头的酒 都搬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那我以前到南部 到高雄渔学大学 到中山大学 他所有的推出去的班 也都找我去上台 他到机场接我 从下课都晚上九点半 最后一班的飞机 他打电话 可能机场说 还有一个客人还没到 然后他亲自开车 赶着路 还超小路 赶到机场 我一到以后飞机飞 所以这种感觉 各位先生说 横齿刹那的感动 这个就是值得感动的地方 所以他今天也不方便 上次不方便 这次也不方便 但是这次他无论如何 他一定还是来跟大家一起见面 所以我想 缘分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很难得 所以我们现在请黄校长 来跟我们谈论 他的高见跟他的经验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 楊校长 院长 夸奖 虎年大师 还有我们楊院长 还有我们在座各位 法师 以及我们各位好朋友 大家也算无安了 很好 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各位在一起 感到很高兴 也是很荣幸 那今天我要谈这个题目 大概从我个人的经验 跟一些理论的基础提出来 给大家做参考 说实在来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验 那在这边 我对我们的楊校长 楊院长 真的要谢谢 让我有这个机会 楊校长跟他的夫人黄教授 都是以前在政大 也是我的教授 我上过我们楊校长的课 那我在当学生 我们楊校长夫人 所以在学校当教授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是我的教授 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是表示他们 一直在本持的竞争优势 才能够那么年轻 好 那今天谈这个主题 我尽快 也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说实在 谈到竞争优势 我什么都没有 我要告诉大家 虽然你们看到 我现在当过校长 可是各位不了解 我在高中时代的过程 我高中是新颖高中 各位我大学考三次 没有人比我还厉害 三年我不知道怎么过 可是这个过程 经历有一道贵人 所以才能够考上 高中时代这三年 所以说从考三次 跟高中三年 我就在混 天天打架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因为大概 跟我的个性很像 喜欢打包不平 所以才会去打架 都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我自己 后来当然有一道贵人 第一个是我的阿姨 他那小的考嘉义龙专 考了嘉义龙专 被取没有考上 所以去南海补习班 台南有一个南海补习班补习 我第一年没有考上 那没有化脚 那没有补习 那第二年 就去南海补习班补习 那一年他南海补习班补习 后来他被递捕 上了嘉义龙专 所以把这一个已经缴了会 叫我地补他的缺 所以他是我第一个贵人 所以好第二个贵人 我在台南租房子 住在成大附近 刚好我们隔壁的房间 有一个成大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他就拉手以后 他说我帮你申请成大图书证 你来图书馆看书 他是我第二贵人 我告诉他我的英文很烂 他说好我教你英文 他每个礼拜都在成大图书馆 叫我英文 我那一年考上正大413分 我的英文68分 所以这是我两个真的贵人 但是我进入正大以后 开始把我的人生做改变 做我的人生做改变 当然因为我的活动力很强 当过社团负责人 学生会的副会长 然后也当过某万学生 大扎书的青年 我毕业以后 系组要回来当助教 我就回来当助教 一年以后我就考上 教育部的工会留考 后来知道 韩国留学 说实在我是东乙系 东华语文系韩文组毕业 我其实我学了一个 学习的韩文 我那时候真的对韩文没有兴趣 我说我学着干什么 跟我闽南话很像 跟我们客家话很像 所以我是申请转气管系 所以刚刚我们的洪董事长 是气管系我的学长 我真的转气管系 后来没有转成 我开始去修气管的课程 我修完毕业以后 就当完兵 当完兵系组教 回来当助教 我就当助教 那也很荣幸考上 教育部工会留考 后来去韩国读书 也是到了中山大学 刚创校我的老师 在当助航大使的文化三次 他回来当第一任总部长 就叫我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拿到博士学会 我跟我太太到韩国的她家 她叫我回来 我说我还没拿到博士学会 我说可不可以等我拿到博士学会 我再回来 当场在她家 我们两个被教授骂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 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会 就可以找到工作吗 我现在让你回来征战位置 你要拿博士学会 你再继续 我以为我课休了 你再回来哪 太太说 那我们就回来吧 听老师的话 所以我回来中山大学 担任讲师兼 那总部长兼出纳组的组长 三年后申请留职留心 再去提论文 所以回来以后不一样 但是我这个人 我做事不可能一次成功的 后来我大概在学校里面 真的很不错 我干过基层组长 出纳组组长 保管组长 也干过中山大学第三任总务长 后来也干过研究所所长 我成立一个人力经验管理 因为我的专业在人力经验管理 我也成立医务管理研究所 也当过所长 也当过管理学院院长 当过教育长 那我说我什么都干过了 我只有一个学务长没有干而已 所以我决定要选校长 我告诉他 我选了三次 都没有上 大概那时候 因为阿扁政府 三个都没有上 两个是台东示范学院 一个是高雄英文科大 第四次中山大 高雄大学成立第四年 要选校长 我要去 太太说不要了 不要去了 你这个绝对民进党时代 你选不上 我跟他讲一句话 你没有去你就没有机会 我就跟他这样 我也鼓励我的学生 我人情人 你没有去就没有机会 选不上也没有关系 又不是做坏事 第二个 国库革命十次成功 我才第四次 太太说好嘛 那你接下去 你就去吧 因为每次没有选上 报纸都看出来 太太说很丢你 所以很多人问我 如果你这次没有选上 第五次会不会再去 我说我会 谢谢 后来我就真的 第四次就再去选高雄大学 校长 后来选上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过程 我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 后来就选上 我当了八年 到现在 也算是高中 高雄大学 做过有两任校长 我大概目前是唯一 也就是八年 其他很多接我的都是 大概四年 一任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我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些经历 所以今天只是把这些经历里面提供出来 但是这一些都是从管理里面来讲是有一些基础的理论 好 那这个就是我简单的系数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那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相关 那我们知道你要创造自我的竞争优势里面 从管理从个人来讲 大概是我们需要考虑来说 我们现在所21世纪 我们现在处在21世纪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外在环境 是变化 是非常的厉害 不管是从内 从外 那面对这些环境里面 我们怎么办 不管在整个全球化的趋势 市场竞争 以及科技的进步 社会文化的变成全 跟家族观的改变 这个我想大家了解到 大家了解到 所以我们怎么办 有一本是在未来的震撼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从上次日以来 环境跟组织都一直在变化 而且非常的迅速 面对这些变化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 或让这个企业能够永续经营 而且拥有很大的优势 这个是我们本来要考虑到的 那我们谈到竞争优势 从个人 如果你各位 你能够克服 而且一直持续的发展 你就达到你的目标 你就成功了 那如果一个企业 刚刚我们的红董事长都说 企业你怎么办 你永续经营 那你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要拥有你的竞争优势 你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好 那面对的挑战里面 当然提了很多 刚刚从前面 已经有大家提了 第一个知识的暴照 21世纪这些知识暴照的时代 新的观念 新的知识 跟新的技术一直都出来 如果这一些我没有的时候 你就输人家了 我等一下有一个案例 叫不阅读的中国人 这是一个印度工程生 特别在国际集团里面 发表出来了 各位 真的值得我们来参考 那第二个 科技的进步 随着网路的进步 科技一直在发展 到今天的AI 那面对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还有价值观的改变 我们各位 常常会谈到说 我们现在的新的一代 跟老一代 还有我们这一代 观念都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互动的过程 怎么办 同样在全世界 他们每一个民主 每一个国家里面 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我想这边有一个表 那这个做过的研究 就是传统劳工 现代劳工的特质比较里面 我特别把它提出来 从一个工作伦理 工作理念 跟工作个性 那么传统的劳工 跟现在劳工 很多的理念价值观 都不一样 面对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这个都是我们本身 要考虑到的 很抱歉 我给大家的整个这个大纲 好像资料是大纲 那这些资料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我会留下来 你们可以call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传统劳工 现在劳工 以及在全世界 这个整个文化的情况 也都不一样 这些都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观的改变 那接下来国际化的趋势 国际化里面也是在一直整个改变 那面对这样国际化的改变 不管是科技知识改变 那我们怎么办 那你要去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尤其国际语言很重要 国际语言很重要 所以我针对这个 我认为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不行的话 没办法跟他见证 所以我成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要求学生要去国际化 进来要考英文 第二个毕业以前 要通过英文检验考试 第二个你要出国留学一年 第三个 你要有不同的领域的 这些专业科目 所以这一些都通过你才能够毕业 所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 我在那时候的时候 学生的就业力是非常高 那这个都是一个什么 创造一个优势 还有组织的变革 也是一样 组织随时都在改变 那么从内部外部环境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都是我们才能够 创造竞争的优势 这个我都不再强调 还有接下来最后 创新的压力 我们现在每天面对都创新的压力 创新的压力 那你怎么样 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这样能够从这一个 整个改变里面能脱颖而出 你要跟别人有差异的话 等下我们从很多案例 就可以提出来谈 第一个案例 不阅读的中国人 我刚刚讲过 这是一个印度的工程师 特别在国际期刊里面 特别提出来 他说他在整个走国际的 一些活动 尤其搭飞机 他到中国大陆 他发现中国人不爱读书 那这个资料里面特别 等下我 不会做中国人 这个资料里面特别提到 全世界每天看书 比例最少的是中国人 可是我在这一个案例里面 他所提到的中国人 各位不只是中国大陆 我们每个人 讲到这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人一样 我们是不是一样 大飞机都是房总人 那大飞机是不是都 每天在看手机 每天就是在逛街 逛那个市场 然后他特别 当然他也到中国大陆去 特别提到 中国大陆到处就 很少看到有图书馆 到处看到 要么打麻将 要么很多都是 一些游乐场所 所以这个印度 这一个工程师 把这一篇特别提出来 各位 我觉得 我看了这篇文章 我说真的 我每个人 每天一定要读书 面对知识的爆炸 这个是特别 我把这个案例提出来 我就因为时间关系 第二个 父亲跟妻子 这个特别谈到价值观 这个是一个大陆的一篇文章 发生在上海 有一个年轻人他家里很穷 那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只有他跟父亲在一起 可是一直很 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一直不敢结婚 因为他认为只有他跟妻子 跟父亲两个在一起 所以他的观念很传统 希望结婚以后能够跟父母亲 父亲一起同住 可是他太太是上海人 所以他有跟他的女朋友 讲说要跟家人一起同住 然后太太反对 他的这个女朋友很对 后来没办法结婚以后 他父亲也知道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就跟他的儿子讲说 我们有一个远亲 他现在要移民到美国去 所以房子留在这个上海 所以他要叫他去帮他看房子 所以他生存在这很方便 所以你就可以结婚了 他也知道儿子跟媳妇 他的那个未来媳妇的情况 所以后来他们两个结婚 那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 父亲就住在他的眼亲的 所有留下的房子 结果有一天 他儿子下班后说 哎呀 好久没有看到父亲了 所以要去按照这个地址 去看一下看父亲 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到 并不是他父亲所讲的 他只是租了他的一个远亲 一个小小的房子 他看得很难过 回来跟他的太太讲 是不是我们请父亲回来 他跟我们一起住 他说他一直反对 后来两个闹翻了 他说搬回梁家 后来他的父亲知道这个事情 就把儿子骂一顿 后来再把他太太要回来 后来有一天他太太跟小孩去外面逛街 后来我们逛街大概吃到一些不干净的 老死吃过的 粘过的那个东西 后来就发生生病 败血症 非常的严重 两个都精致加护病 这是台湾一瓶 因我成功妙的生 男后教育病房 他讲的时候他照顾他的妻子 那儿子要有人照顾啊 所以他就跟他的岳母讲 说可不可以请他的小舅子来帮忙照顾 他的这个儿子 他岳母反对 后来怎么办 没办法 他就请他的父亲来帮忙 后来父亲就帮忙照顾他的这个媳妇 然后他去照顾他的儿子 结果这个整个完以后 他的这个太太 妻子就感动了 等到出院的时候 他一直要他的 就是他的公公 回来跟他一起住 可是他的那个公公一直不同意 我说你们就两个 两年轻的就在一起就好了 可是他是连他的孙子 一直跪着 拜托他的公公回来 最后圆满解决 各位就是价值观的一个 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可能同样有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 给大家做参考 好 这些案例的资料 我都可以给大家 没问题 另外第三个案例 也是从价值观的概念 就是一个 杨媳妇跟中国婆婆的 一个互动关系 也是因为 他谈到这个美国的媳妇 他的照顾孩子跟 我们台湾的 各位如果在座各位 你有当过 阿公当过阿嬷的时候 你照顾你的孙子 我想 各位 一定看到你的媳妇 去 对你的 那个孙子这样的一个 动不动 让他 第一个 这个儿子要吃饭的时候 小孩要吃饭的时候 他把他准备好 放在桌上 叫他自己 自己去用 可是婆婆看了这个 其实很难过 为什么这样呢 还有不听话 处罚 把他关在这个 厨仓室里面 各位我相信 我们在座哥当 阿公阿嬷 我相信绝对不敢这样 绝对不会同意这样 可是他不甩 他的那个 媳妇就不甩 叫他的婆婆不要 儿子叫他的妈妈说 你我们美国人 在美国 美国人的 这个价值观 跟中国的价值观不一样 管你不要管 这样的一个 整个互动的过程里面 这个中国的婆婆 终于感动 价值观 各位这篇文章 我看了 哇真的很感动 差一点掉下来来 这个是我睡着 各位 也给各位做参考 好了 那我们看到 刚刚所看到 这些环境的整个变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才能怎么做 才能够让自己 能够拥有竞争的优势 所以特别提到 竞争优势的策略 第一个特别提到 从管理立场 那美国的管理学者 通必得跟我特别提到 企业经营成功 拥有八大管理条件 这个八大管理的条件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洪梁浩 洪董事长 特别提出来的 管理的功能 规划组织 又能领导控制 到企业功能 都会用到的 这八大管理条件 第二个 Portal特别提出来 一个企业竞争优势 你的产品要有差异化 成本化 集中化 尤其一定要差异化 什么叫差异化 我的东西跟你的东西 绝对不一样 绝对优于你 差异化 特别差异化 第二个 那么他也曾经到台湾 我们政府邀请他来 做过专理演讲 他特别提到说 如何创造一个国家的 竞争优势 他特别提到 你要怎么样去建国 你的核心能力 什么叫核心能力 人家会谈 核心能力 拥有能力优于别人 别人也不亦被模仿 那接下来 那么我们看南海策略 特别提到 我们开创价值创新 开创无人竞争的全新市长 那么第五项修炼 也特别提到 学习竞争主书里面 不断地学习跟创新 那么另外有一本书 在2015年 这本书里面 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 这个创新可以更好 更快 更有效 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他的创新的这一些企业 他拥有竞争的优势 就告诉我们要创新 所以根据刚刚这些专家学者 所提出来的这些意见里面 我把它综合 第一个 企业要成功 一定要有经营管理 刚刚我们同事那些提出来 第二个 你要拥有支援的优势 还有第三个 你拥有你自己的核心能力 接下来有效的沟通 以及自我创新 还要从个人来讲 你要对你的未来 你要怎么做一个 前程的规划跟发展 特别提出这几个 第一个 经营管理的应用 刚刚我们就提到了 我不再从屋 第二个就是 你怎么去掌握资源的优势 那这个资源的优势里面 这个资源有有型的资源开发 跟无型的资源开发 这知识资源开发 那么有型资源开发里面 我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人脉跟关系 刚刚洪统事长也提到了 人脉跟关系 说实在来 我在这个人生的一生过程里面 我跟大家的互动 跟我的老师的互动 这种关系是一个很不错 然后他能够给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人脉跟关系是一个很重要 我常常跟一个年轻人说 第一个 你跟你同学之间的互动 一定要掌握住 第二个 关系要掌握住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还有资源知识的开发 平常没事都读书 多看书 我觉得是很难得 你看我们的这个杨校长 杨院长 每次开了很多的班 让我们很多的这一个会员 都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进修 我是要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这个湖南大师 跟我们杨校长 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大家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真的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讲到我们的这个 说实在这个创造一个资源的优势里面 知识资源 我们应该从一个有形的资源 来进到一个无形的资源 平常我们在学习 除了听 公开听演讲以外 有一些你的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学习 自我学习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 学习台湾的秘密 英国成功妙的生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就是你的知识技能 跟一些能力的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里面 是别人没办法跟你学习的 第一个 你提供顾客认知的价值 第二个 你是优于竞争者 而且不予被模仿 另外 可以应用在多种的产品跟服务上 这个核心能力 就是你本身拥有的能力是 你有 别人没有 你就优于别人 这些整个做法 大概这几个 身为一个管理者 你本身拥有能力 核心能力里面 从高阶管理者 中阶管理者 跟基层管理者里面 拥有的能力里面 人际关系 技术能力 观念能力 在各个阶层里面 完全都不一样 可是这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是在于什么 底下 沟通能力 我们看到沟通能力 所以等一下我没谈到 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跟别人的互动 沟通都不良的话 那你的关系是没办法建立起来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 好 管理者的核心能力里面是大家这几个 国际化的真材培育 我刚刚也提到中山大学人力机缘管理者 研究的做法 这个做法里面 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到高雄大学来 我也是要求这个学校里面 也是要有国际化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求毕业的同学 一定要有一个 以为资格的检定认定 通过才能够毕业 可是我当时一直想 我怎么样能够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 得他们的方法应用在学校 我成立医务管理研究所 让医生 护理人员能够有学习的机会 也是比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来做 后来我特别成立一个东方语文学系 东亚语文学系 东亚语文学系 我都把那个 人家推荐很多的细子文给我 我说我把我的理念告诉 我要国际化 当然有一些人 他说他做不到 那做得到了 我就请他来 第一个 英语 外国语文的学习 毕业要通过语文资格考试 第二个你要有第二外语 他们东亚是有 韩语 日语 跟越南语 三个组 但是你韩文毕业 你要通过日语 或者选日语 或者粤语 做第二外语 第三个 你毕业前你一定要有交换 譬如越语要到越南去 交换学校 去 日语到日本去 各位 还有 你除了语文以外 你还有第二 另外第二专业 所以很多 他们学生都去选 管理学院的课 所以各位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刚刚所谈过的 你的 跟北京有差异的话 你的竞争优势 是不是具备了 所以就业率里面 学生毕业的就业率 就很高 所以这个国际化 人才便宜是一个非常重要 还有沟通 你怎么把你的意见 能够传达到对方 让对方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个整个沟通的过程里面 除了你本身 还有对方 这个 他能不能真的回馈 这个信息怎么传递出去 这个都是我们在沟通里面 有很重要 他的整个变秀 大概有这几个 那我们在遇到沟通 都有一些障碍 组织的障碍 层级不一样 他一定有沟通有障碍 就组织的结构 还有工作专业化 不同的专业 他们在沟通上是很辛苦 不同的目标 沟通有障碍 不同的地位 沟通有障碍 还有个人的障碍里面 语言上 空间上 心理上 我记得以前 我们的同学在互动过程 常常讲 就有一些沟通上 有时候都有一些冲突 哎呀 你老爸是不是警察啊 各位 你听到这句话 你的感受如何 警察跟警察 比方说警察啊 哎呀 你是不是客人啊 客人啊 客人啊 各位 这是沟通的 我记得我去台北读书 我们北部的同学都说 哎呀 你的工人 搓搓搓搓手 我听到这很不舒服 我说你放心 我没带你打拨了 你这个话里面就有一种歧视嘛 所以我们语言上沟通是一个 说实在在沟通障碍里面 是最严重的 还有心理上的障碍 我今天如果跟你不舒服的话 我在沟通 他是不是这个仪器都不一样 空间 我们今天这个空间很好啊 不错啊 我还感谢我们这个洋院长 让我今天可以坐在那边 来跟各位报告 这个很难得 我好像第一次有做的上课了 谢谢啊 所以各位面对这障碍我们怎么办 各位我们有好这几个案例 呼吸之间的沟通 一个是我怀孕了 一个社难 简单的带过去 夫妻之间的沟通 最明天就有提到一个 先生回家做 回家太太在做晚饭 他说这一楼的 这一楼的马铃薯 请你把它切一半 下一组 各位 沟通在这边有问题 你又把你老公说 你又把这一盘拿出来切就好了 他说你把它切一半 结果先生把那个 所有马铃薯都切一半以后 下去换主 太太就发脾气了 我叫你拿一半来切 你这个整个都切一半 沟通是不是有障碍 好 有一个年轻的小孩 在公车上很亲热 结果有一个年轻的孕妇 上来以后 跟这个男的讲说我怀孕了 他女朋友一听以后 就把那个先生 把他男朋友打了一个嘴巴 一个打了一巴掌 结果那个男的孟明奇嘛 所以那个孕妇啊 看到他那个男的被打以后 他就马上改口 我怀孕了 可不可以请你这样做 无够随 沟通啊 发生了吗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